欢迎收看打开工话麦 我是许仲江 八仙城报造成近500人烧伤 已经有两人死亡 其他两三百名伤者 接下来仍有许多挑战要面对 包括如何避免感染 人工肤料快要不够 医疗资源可能无法负担 而后续庞大的医疗费用 家属如何应付 新北市府帮商者申请假扣押 八仙瑞博的1.7亿不动产 但能不能赔得到 家属未来身心的煎熬 政府能提供什么协助 还是不闻不问 而意外发生后 民众对政府的处理满不满意 是否再度重创国民党政府 已经有多人考虑退党 而国民党会不会裂解 相关一提我们一谈讨 首先介绍来宾 亲民党副秘市长林文雄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鑫 大家好 最深媒体人王时期 大家好 还有陈金兰 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看 八仙城报商者就读 台北海洋技术学院设计系的 19岁学生刘志伟 全身95%三度灼伤 2号凌晨3点半心肺衰竭 妈妈不忍心儿子在受苦 决定放弃急救 凌晨5点41分 刘志伟不幸过世 我们来看VCR 刘志伟走了 2号凌晨5点41分 烧烫伤状不治 成为八仙城报悲剧 第二条王魂 不要再 就是在 丢在这个城市间 那可以脱离这个苦痛 眼泪早已流干 最可哥哥告诉天上的弟弟 终于能放下 快乐当小天使去了 19岁的台北海洋学院设计系学生 刘志伟 是这次八仙城报中烧伤面积最大的受难者 除了戴护目镜的眼睛部位外 几乎体无完肤 全身95%三度灼伤 被医师形容是分娩的15倍痛楚 2号凌晨3点半病情恶化 放下很痛 但家属最后决定要让他好走 刘弟弟本身他非常努力 他意志也非常坚强 整个受伤的范围实在太严重了 呃 非常地沉重 家官相宴之后也难掩悲伤 更何况是怀胎十月胜她的刘妈妈 这是刘志伟生前自拍的手指舞 照妈妈入镜耍宝 母子情深可见一斑 这位设计才子 曾经荣获国内国外时装比赛的双料冠军 偶像吴季刚得知不幸 送花加油 歌手蔡依林也录音来打气 未来录也许非常的艰辛很漫长 但是你要记得你并不孤单 如果医院可以的话 我会请你的母亲播放你最爱的音乐 希望在音符的陪伴当中 请音乐天使疗于你的心 但刘志伟终究不抵死神折磨 撒手人寰 他一步一步的他都计划好了 甚至于他老师明年要带他去出国比赛 所有所有所有都是终止掉了 就因为这个 一场要命的八千尘暴 害一位设计界的民生执行陨落 也毁了一个幸福家庭 好八千尘暴已经有两位伤者已经不幸过世 那么接下来还有很多的重度的烧伤的这些患者 他们还要面临相当严峻的考验 我想请教覆面 当然这些患者他们本身后续的这些 包括急救后续的这些附件等等 都是非常严峻考验 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的医疗资源是不是足够 现在这个政府好像要紧急进口湿皮来应急 那么朱立伦他也说 要希望大陆能够提供湿皮 这是不是一个适当 还有卫福部的表现您觉得呢 我想这个卫福部的表现 虽然今天已经确定要进口了 那当然这样说大概是明天或后天了 请不要忘掉我们是上礼拜六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动作太慢了 那这个动作慢又出现一个警讯 就是说那往后的事情到底安排如何 比如说将来的这个医疗先救命 然后再让他们的这个复健 甚至于到后来他的心理的这个重新的疗愈 包括他家庭生活 有的家庭可能可以过活 但有的家庭恐怕就陷入这种 连基本的生活的这个机能都没有了 那我们政府怎么做 我当然这些事情 有些人或许会质疑说 那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全部由 有全民来买单 不是的 我想政府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有政府 就是政府是我们最后依赖力量 政府就应该在人民最痛苦的时候 你要出手 那叫理所当然 那至于说后来怎么追偿 怎么代位求偿 我相信这也有一套制度了 那最后我还是希望说政府 赶快最起码每天要有人告诉我们 而不是由我们媒体去追很多的讯息 很多讯息追出来有一些是温暖的 有一些是负面的 对政府都不好 甚至于说你去跟这个欧洲 欧洲这么远 我们都可以要到所谓的人工的 不管叫服这个湿皮或什么 那我请问 我们跟那个有大量套商经验的 所谓的美国或者日本 我们有没有跟他联络 这部分我想我们还是对政府的 这个统筹处理能力还是有质疑的 是 我想请教辛哥 就说当然这整个的意外发生 主办单位当然是要负起全责 只是说政府在这个部分要提供协助 毕竟大家对政府是有些期待 那只是说在整个协助的过程当中 处理是不是OK 是不是能够让民众觉得 我至少还有个后盾 我还有个backup后面 能够来支持我 而不是说让这些伤者的家属 可能要陷入未来 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是 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我其实还是蛮激动的这段时间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烧烫伤的患者 我小的时候 我的这个上背到我的左胸前 这个被烫伤 那个时候烫的时候 那个那时候是一个 因为我们那时候坐在厦门街 大概一到暑假来 暑假下午的时候 爸爸有时候妈妈会交代我 去买一点那个豆花解暑 我那一次就是一早下午去的时候呢 拿了小铁锅很高兴地跑去了 才一进那个那个豆浆店 那个豆浆店 那个时候他那个店头大火 大锅 铁锅煮了一大锅 刚刚煮熟 他真的咬起来说晚上转身 我上去了 那个整个就铺在这前面 那当然后来医生我都觉得很棒了 他那时候拍着我的小家伙 你运气真好啊 他说再高几公分啊 我这整个脸都白白了 那是对我的打气 我回头讲说那个烫伤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我可以理解啊 或者能够同情这些 或者这个能够真的是同理心就是 胖伤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 我觉得我闯大祸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发生这个事情 我也是我错了 你知道吗 好像我这动作不对或是怎么样 那是第一个反应是 那已经是痛得 那个皮肤烧烂的 烂掉什么 就像那个拔丝一样 就贴在那个衣服上 那个算看来应该是已经将近三度了 二度了 二度了 已经很严重了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 一个就是整得痛 觉得自己错了你知道 那个老板是慌的时候 抓着我 想要弄冷水扑 那时候力气又很大 一甩 锅子也不要了 就往家里跑 还忍着哭 好 这个心情里头 我现在回想他们的状况 我就提到了 这段时间我 我有点反应有点慢慢 就是祈福很快 在我的免苏厂说的 可是后来的所谓的捐款 要我办公室一起一日所得 其实我有点缓慢 因为那个对我来讲 那个伤痛啊 我以为可以一直把它抹去 其实到后来发觉 我抹不掉 它是被锁在里头 这件事情来的时候 蛮激起我那个情绪上 就把你掀开了嘛 因为我几乎想要把它忘掉 可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还想到那一幕 那一幕里头最明显的是什么 自己觉得自己有错 是自己闯了祸 那么第二个就是 那个复健的过程 如果不是因为父母那种呵护 还有老师同学的鼓励 我觉得那段时间 我记得一年多 那你要晓得 那个真的是换药 那个真的痛到 你就不晓得要怎么说了 也就是医生后来我爸爸看得慌了 把他送到医院去的时候 医生把他剪开汗衫的时候 我一直穿汗衫 剪开的时候我才看到那个伤的 那时候放声大哭 那个过程其实现在回想 他们的情绪也是一样 包括家属 包括当事人 最痛的是当事人 可是最需要协助确确实也是当事人 因为我现在都要呼吁那些朋友们 千万不要怪自己 家属们也不要说好不容易爱玩 或者你不要去 或者说我怎么早知道 我就不要来了等等 都不要 千万不要陷入那里头去 那都是不必要的 可是都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来的 所以我现在要回应的是说 其实正好长照法刚刚通过 我认为像真的烧烫商 应该列入长照法的所谓的 因为他附近期很强 那个时候像我来讲 痛是一死 可是后面附近那一年多 我只是手背跟胸口 我到现在为止这边的胸口 手一摸那个疤痕 那个裂缝还在 那我另外一半 他也是我们这两个人正好 都是烧烫商 他也是孩子两岁的时候被烧了 他现在那个疤痕手上这块 都很清楚的 那我现在就是说 一个就是他那个过程里头 那附近的过程 那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以往我觉得也确实有个问题 我们的照护大概就是拳头在急救的过程 结束了以后你自己得面对 像你看这次有382位 所谓的二三级烧烫商 这叫长期照护 你想得那个对那个家庭 包括他自己本人 怎么样走出那个阴影 以及那个家庭怎么用正确的态度 陪伴这样的这个 这个所谓烧烫商的换用 那这个都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过程 长照法通过了 我现在真的是呼吁说 中央看起来的反应是不够 刚刚傅吁说得很好 像我那时候我的感觉 至少我有我的父母 强壮的肩膀我可以靠 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奔回家 今天其实对我们这些500多位 或者是382位 这些需要长期照顾朋友来讲 他的家属来讲都一样 他们要的是什么 他们今天是要的像政府 就像是一个强壮的父母一样 他的肩膀可以让他们靠 这个政府在这做的就不够 只是刚才提到其实他那个 师皮跟的人工皮 他已经去订了 这两天应该就进来了 只是你就是没有扮演出一个 站起来 你要站出来 这个角色就不扮演 我觉得这次反而是朱立伦 稍微还比中央好一些 他至少站出来 他不是说你们支付的费 我要先垫付等等 中央没有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不妥的 但是长照法竟然通过了 我今天就要在这呼吁中央 我们这些走过来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 而且我们这种可能面临的困境 我那个时候跟现在来比 小屋见大屋 现在这382位的朋友们 他的家属 那个家庭 想要面临那是漫长的复健之路 先想想看 大概多数20岁上下 那可能他什么 他可能五六十年的未来 那这条路 如果今天政府不能够强力介入 那政府就真的不配作为 我们人民的所谓的保姆来照顾 那这一点我呼吁 既然有法了 也应该把这样的一个 这种烧烫伤放入所谓的 长期照顾的照顾范围之内 包括非巴仙乐园其他地方 那种零星个案 被烧烫伤这么严重的 那些这些所谓的病友们 都应该用这种方式来照顾他们 这个时候对我们曾经 有过经历的人来讲 旁边的人任何的好话 鼓励的话 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候反而真的要 少说一些负面的 因为他如果也听到了 对他来讲那他都是这种刺激 这点我在这里 用一个自己过来人身份 来呼吁包括政府 也包括社会当中 特别是我们的病友们 以及他的家属们 请记得我们这个时候 还有我们会陪伴着你们 那我们现在是尽量的想方法 要让政府的功的力量介入进来 能够照顾他们 尤其那后面的漫长的复健之路 的确这些伤者 现在可能会觉得 很后悔 我说如果我当初不要去就好了 也许就不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劫难 但问题是还是发生了 我想请教实际就是说 政府单位当然除了刚刚辛哥也说了 在后续的这个部分 可能能给予什么样的这个协助 那再来就是说 有关赔偿的问题 毕竟主办单位要负起全责 还有包括八线乐运等等 但问题是 现在的这些所谓的申请假扣押 所谓的1.7这些不动产 就能够赔得到吗 其实我觉得数额还是 金额还是太少了 第一个要先从辛哥 刚刚分享他自身的经验 就是我觉得对于病患来说 他们的人生还那么长 那他们还那么年轻 所以我们只能期待说 年轻人因为他们的求生意志 可能会更强 然后他们的复原能力会比 中老年人会来得更好 所以我们大家都期待 他们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去做 但是我觉得那个照顾者的家庭 也必须被关怀 因为每一就是这么多人 然后就代表有多少个家庭 就是说家里面 如果有一个病人 那个全家投入的照顾心 那其实会让全家的生活秩序大乱 也就是说政府除了要照顾 这些病患之外 可以提供这些家人 更多的协助 更方便的交通也好 更便利的各种条件 我都觉得应该要 因为这是这种大型的灾难 应该国家层级要必须要出面 做更积极的处理 那刚刚刘远也提到说 政府卫福部的动作很慢 对就是说从一开始 我们不断的看到说 为什么都是人民 跑在政府的前面 那送到了医院之后 其实现在变成压力最大的是医院 是医生 今天就有医生po网说 这个急诊室全部被占满了 然后要转院的通通不可得 因为大家都满了 你转不出去 那除了烧烫伤的病人之外 还有其他也是重症的病人 那所以期待说 可不可以政府卫福部 你可以有一个 你现在什么都用电脑嘛 你是有健保卡资料 你是用中央处理系统的啊 你可不可以扮演一个 比较积极的角色 去协调院跟院之间的 转院的这样子的事情嘛 所以你不能让医生 面临到第一线的压力 就是他也无能威力 怎么办呢 急诊室真的全满了啊 这个加护病房也真的都全满啊 那所以我会觉得 这种时候 政府必须站在人民的前面 就是你不管提供的那个人工皮啊 然后比如说前两天 有日本 因为日本的富士的那个药厂 他们就很感激台湾说 在311的时候 帮助过他们 所以他们看到台湾有这样的灾难 他们就主动要提供那个 不沾黏的纱布 那结果他提供很多的不沾黏纱布之后 卫福部就说 因为那个还要保管啊 还要进口啊 所以啊最快啊也要两天 也就是说 这种东西都是 但是都是超市在籍嘛 对 你可以自己速度加快嘛 这种东西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的嘛 就是我们可以用专案的方式来出去 让他赶快进来 赶快送到需要的人手上 因为那种纱布可能是比较先进 比较好用的嘛 那就不需要再拘泥于过去的那种新的程序 毕竟这是一个重大紧急事故啊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政府你的态度真的应该要再更积极一点 就不要让什么事情都变成 啊这个东西缺了 我们出来喊一喊 哎政府哈喽缺了哦 麻烦帮个忙 然后这边就哎转院不行了哦 麻烦政府帮个忙 不是这样的嘛 不是说有声音 我像算盘一样 手拨了才动 所以你应该要主动去做 那我觉得 其实这个政府 他应该是要有经验的 因为台湾不是第一次发生这么大的大型灾难 去年高冬气爆的时候 其实政府 他应该要立刻弄出一个 在事后的检讨 你也应该要弄出一个SOP标准作业程序嘛 你应该要有 要有那个程序表 我应该要怎么走嘛 我应该提供什么 我在什么时间会碰到什么问题 你都应该要事先设想到 可见从来不会从教训当中获得学习 所以每一次事件发生都是一次新的经验 然后每一次发生完之后 就不会有一个标准作业流程 所以每一次我们都要从头开始学习 这不是很浪费生命吗 的确我们的中央政府 真的要学着怎么样去危机处理 而不是每一次碰到问题的时候 才赶快的急救张 我来请教这个金兰姐 就是说当然这个八仙城堡是500多人的 这样的一个重伤的一个情形 但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可能要思考 未来是不是如果又再度发生类似的情形 不要说它不可能发生 在台湾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那就变成说 现在我们的基层医疗院所的医护人员 负担非常的重 那我们的这个中央政府层级 是不是也有动起来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危机处理能力 包括如何转院等等 你要速度够快 而不是都让基层能力一肩扛 确实这里面有几个可以检讨的 也就是说我可能也有一些意见 可以有一些亲身的经历 我们家的妹妹本来也要去 她有跟我讲 两个礼拜前就讲说她要去八仙乐园 因为我们从小没给她去八仙乐园 然后她说要办一个彩色趴 然后晚上的活动到十一点一千五 然后再加上白天水上活动一千九百八 我没有让她去 所以不然今天我一直觉得说 那个这个朱莉 她爸爸跪在那里 跟马云就讲说 我的女儿比你的女儿漂亮 可是她这一辈子完蛋了 我说我们家女儿如果去的话 我可能跪在那里是我 我讲这话绝对是爱惊勿喜 但还好我们家女儿有听妈妈的话没有去 因为那是荒郊野外 我有跟她讲 那个过程要进去要出来 那个情况我没有分析过 那我要这样讲的原因是 我为什么从马英九总统开始讲起 他第二天开了个记者会说要去美国 五天以后 昨天才说要开一个国安会议 那五天以后 为什么才要开国安会议 因为清明党的党主席宋楚瑜先生站在那里 他就是一个政治 大家也许说不要谈政治 但他就是一个政治 当清明党的主席宋楚瑜带着大家 刘文在那里也哭成那个样子 这个政府才开始动作 他说他要开国安会议 然后呢 昨天也看到了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仁 号召国民党员开始捐钱 也就是说你这个为什么麻痹啊 就头到脚的那个麻痹的程度 让大家觉得说 你怎么到了第四天第五天 昨天还有一个新闻 蔡振元说我捐了一百万 请问你马英九总统捐了多少 你理解我意思吗 就这个政府跟人民那个民心差太远 然后他被动的面对 今年是一个选举大年 所以在被动的情况下 做了今天这个事情 那你刚刚问我 今天行政院会早上开会 行政院会是谁 毛治国院长 他讲了什么事情 他讲说一人一案的长期照顾陪伴 然后说要统合各方面的资源 要追究责任检讨原因 然后救人第一 请问这是不是应该 马英九第一时间 不要来开记者会说我要去美国 而是开国安会议要做的事情 但是今天行政院会讲完这个 我请问一下 马英九的国安会要谈什么 要讲什么 我再问一下 今天还有一个辩解 就大家都觉得做得不好 卫福部态度很慢 就今天行政院会有很重要的一个辩解 他说我们在新店的大瓶龄 有一个灾害应变中心 大家好像没有那个印象 好像有没有启动那个机制 对于那个新店的大瓶龄的灾害应变中心 有感觉没有 但他今天辩解 那辩解了以后他又说 这一次呢 是卫福部全权处理 那请问一下 如果卫福部全权处理 然后新店有个大瓶龄的灾害中心 那为什么 我们看到朱立伦他是国民党党主席 又新北市市长要炮打中央呢 那这中间的联系 奇怪了 那行政院自己闷着头做 连自己的党内 甚至是国民党党主席 都没有办法有效沟通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那今天看起来了 看起来什么 在这里内部互相推诿谢责 行政院今天要跟大家讲说 我们有在动 包括内政部长 陈维仁说我们有在动 然后今天要成立一个副院长级的专案小组 请问有没有太慢 我刚把那个时间续排出来 到今天给大家看 是不是清明党党主席宋楚瑜先生出来 哭了以后 然后这些才慢慢的动起来 是不是朱立伦在这里面炮打中央以后 才说我们有一个新店大瓶龄的灾害中心 主席刚刚问的很好 有一个家属 他被送到淡水马街 可是他家住在台北领口 你知道虽然看起来新北市差很多 来回奔跑你要家属其实非常辛苦 所以他移到林口长根去 请问这个细腻的东西需不需要去做处理 去照顾 要 为什么 那个奔波就搞死人 那个换车弄来弄去大热天之下 你要去照顾就搞死人 那林国正也讲了一个事情 他把病人南送到疫大 我们不是有海鸥直升机吗 是不是如果有照他这样讲统筹一下 海鸥直升机飞过40分钟大概就到了 他不是 他用北荣开救护车 尽快的两个半小时再到 如果这个烫伤是一个很重要 必须要在黄金时代算去处理 还要做轻创的话 那这些时间这些统筹是不是能够做呢 我现在要讲的是 它是一个灾难事件 但是它也是一个政治事件 他的政治事件是靠着外部的力量 逼迫他往前走 但是他基本上是麻木的 所以他的时间去拖得很后面 今天到现在为止 267条生命 都是19岁到30 15岁到30岁 他是我们国家栋梁的上师 这个过程当中 今天走的那个刘志伟很优秀 他可能是未来国际上发光发亮的一个 不管是美容 不管是创意设计的一个人才 走掉 走掉了 OK 那今天看起来的这些人 他可能有的发展 他可能对于台湾创造的竞争力 在今天这个状况下 其实都面临了极大的挑战 的确当人民遇到这些意外的伤害 那么政府是不是有能力去处理 还是很冷血的去面对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国民党的本土派 是不是会集体出走 前立委张硕文 他改批局营战袍 立委张家俊也考虑退党 那么立委郑如芬也婉拒提名 后续还有继国斗可能出走 那么青色都是国民党的本土立委 党内也分析了 马王振振的伤痕迟迟无法米平 加上红袖柱的一中铜表 都是导火线 我们来看VCR 我这样做 其实是选择一条辛苦的路 今年年初立委学心迎开第一枪 成了第一个宣布退出国民党的立委 不仅如此 他还成立民国党出任党主席 继他之后 是前立委张硕文 改批局营战袍 参选三重立委 张化县第三选区的立委郑如芬 也婉拒提名 至于于宁的立委张家俊 萌生退党念头 立委继国栋 也打算投入其他政党参选 这些有动作的 青色都是本土派立委 也是外界所称的本土兰 在马王之争的情况之下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 这样的一个内斗 对国民党的元气是大伤 这一次的总统的提名 不但没有去弥合他 而且还更严重的 把这样的伤痕把它撕裂 洪秀柱所提出的一中同表 还有包括两岸签署和平协议 这样的议题 对他们在中南部 这样的选情是雪上加霜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做这件事 所以一中同表 真的是为大家产生一定的伤害 对台湾人民的情感 洪秀柱出现后 两岸主张遭到外界质疑是极头 不利于国民党中南部立委选情 也导致当地立委 不愿意扛着政兰旗参选 再加上亲民党在一旁虎视眈眈 争取本土派起义来归 也难让国民党陷入分裂的困局 好 国民党的本土派 是不是会有一个出走潮呢 我想请教父母也 当然现在亲民党的角色 相当的关键 只是说我们通常在讲说 如果政党轮替之前 通常会发生重大的危难 那么当然就发生 发生这种晨暴的事件 可能也会加深民众的印象 那么对于这个政府 是不是做得好不好 只是说现在国民党 如果说是裂解 到底是菊英裂解国民党 还是国民党自己裂解自己 如果一个政府他能够 我这样讲有点不厚道 如果利用那个灾难的时刻 凸显它的行政效率的话 那人民对它是 我这样讲一个叫加分 这样有点不厚道 但是反而是适得其反 不但没有 还要让我们刚才讲 我们四个人 几乎没有一个人承赞政府 那国民党现在面临的问题 那个不叫出走 那叫崩盘 为什么意思呢 国民党怎么摸牌 还有几百个人 几万个人在那边 基本上就是说 宋主席昨天讲的 就是说 孙中山先生的那种主张 和蒋经国先生的路线 现在国民党的高层 我不要说底下的这些党员 请问这些高层或者领导人 请问你们心里 有没有放在民众身上 刚才这个黄委员讲得很好 他说如果国民党 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 什么站在人民立场 就主权在民 人民当家作主 那如果说国民党 所以宋主席昨天用了一个 很重的话就是说 第一个要切磕马金 第二个就是说 你们是卖假药 国民党还会卖假药 是国民党的这些高层 丧失了原来的核心价值跟路线 那就是卖假药 所以为什么中南部的这些朋友们 会有这些反应 我现在回忆起来 当李登辉先生那时候 主张台独 事实上国民党的人 慢慢要抵他而去 2000年以后 甚至于说开除了李登辉 不管那个叫开除 还自己出走 可是那时候中南部的人 还维持在国民党里面 他总觉得说 这个我们还要相信国民党 是有作为的 可是这一次 都还没有开除马英九了 已经开始了 这个叫警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警讯 这个警讯 我严格讲 这个张硕文委员 他不是第一个就找授处于 不是 他哪里知道亲民党 这个 他借的时间十天八天以前 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民调的东西 可是他这十年来 这八年来 他不断的跟国民党接触 他也支持国民党 林盛文他也站第一线了 也被骂 他也承受了 可是当他发现原来 这个国民党跟他当时二十年前 加入的国民党是不一样了 而且是没有是非的一个国民党 所以他不断的发出声音 结果有人听到了 宋楚瑜主席听到了以后 就传达个讯息说 要不要大家见个面 见个面不是请他加入亲民党 是想听听他你有什么主张 结果讲了后来大家觉得 可以 那好 我愿意代表你亲民党来选 而且我要选的地方就是三种 一样情况嘛 你看那个嘉义台南 现在屏东也是 我就不要说人的名字 那当然云宁这是已经 我想云宁的部分 请不要以为就是张家俊一个委员 他是一个家族 或者一个地区 整个国民党的力量 整个转移了 请问国民党的党主席 或者前任党主席 马英杰先生 或者现在的党的主委 请问你们要不要负责人 请问我举一个基隆的例子 当国民党在基隆每一次的 这个表现都是倒数第一名的时候 请问国民党有没有反应说 到底要怎么办 好了 刚才你说 马英九总统 在礼拜一的时候 有外交部宣布他要出国 他还要见江义化 还特别讲 这个行程有重要吗 好 那我不管 结果他跑去哪里 跑去基隆 按这个基隆火车站 结果按完以后停电 我请问 这是一个有问题的车站 马英九总统 你急什么 急什么 一个火车站的洛城 就要总统去的话 那请问 将近500个孩子 那种事情 总统你都不用关心吗 如果今天换成宋楚瑜主席的话 我相信他会在礼拜一会宣布 我出访的计划暂停 但是友邦国家既然已经讲了 我会派我的副总统 当做我的特使 去薛卫朝包 去敦目友邦 我要停下来 我要台湾处理事情 没有啊 我们总统还要说 还要把江义化那个行程 还要公告一下 包括马总统 我看真的 你干脆真的要出去的话 是不是可以拜托你 不要回来了 不过我感觉这个 也许马总统他觉得 就算我不去的话 这个可能媒体啊 民众还是照样骂嘛 所以他可能还是觉得 这个行程还是造走 来我请教新歌就说 现在看起来这个出走潮 是不是有扩大的这个迹象 当然这整个过程 是不是国民党自己造成了 那再来就说 7月19号 如果继续提名洪秀柱 成为总统的候选人 是不是可能就是所谓的 国清大战的开始 我想是不是造成国民党的出走潮啊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我个人的看法 我是觉得啊 129的这次的选举嘛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当然有很多客观的因素 但是很明显的 因为我们是执政党 执政党照理说有执政的优势 结果呢是生命用选票 把你教训的就几乎趴在地上 我都说了输到脱裤子了 那推给别人 终究不是一个自救的最好方法 我还反而觉得国民党应该是要反省 今天为什么让我们的自己的兄弟姊妹 我们的同志 现在选择跳船 选择往外走 或者选择加入其他的政党 这当然是我们的问题嘛 那理由很简单嘛 如果这个党 希望这个党 得到人民的这个大力的支持 非常的有未来性 请问恐怕不是出走吧 是拼命很多人想冲进来嘛 那现在不是 现在我是执政党啊 照理讲我刚才讲的 优势在手啊 资源在手啊 现在应该是很多人都来找我执政党 想要加入我们嘛 结果不是 我们还是执政党 一个人想往外跳 这当然是国民党内部的问题 我自己都认为1.129 国民党应该要好好反省 如果不能大破大力 重新改革改造这个政党的话 我们真的是会越来越小 甚至有一天成为历史名词 但是呢遗憾的是呢 朱立伦当选党主席之后 一直到这个所谓的总统 这个候选人的初选 这一段红袖座的这个出现 这个过程来看呢 大概有个很明显的状况 我们的地方讲吧 人民大概没有太大的感觉说 觉得这个国民党 想要正穿起屁了 觉得自己是有错了 应该好好改过向善了 提出这种所谓的 这个改革改造的一些作为 来唤起人民对我们的 这个 我敢说是同情 至少他会回头看看这个党 好像还没有 真的没弃绝 而且看起来还真的有点希望 到现在回事没有 所以这件事情 我还是要呼吁的是 国民党从高层 包括我们红袖座 我们现在的所谓准参选人 这个国民党让我们的从事往外跳的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去批评他们 这个本来就不会获提名的嘛 那个本来就是看到自己家里已经危险了 想要去找一个好的出路 千万不要 新党新民党我们都走过来的这段路 很清楚一点 不要搞到后来是什么 互相取暖 然后呢 不容许 这一个群圈里头有不同的声音 或者有一些反显的声音 或者有一些 不见得是友善 但是还是有心的声音 你要如果去排斥它 那个团就会越来越小 这一部分我觉得国民党到今天为止 似乎做得不够 所以还是要呼吁 全党包括我们的同志们 拜托 这些朋友们真的走了 祝福他们 因为到底说 是我们没有用最好的方式留住他们 让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打拼 你这时候去批评他 那只是显见我们自己的小 显见我们自己的弱 反而应该是祝福他们 同样的 也不光是如此 因为中央家好像有点假 内部的检讨是一定要做 今天我觉得 为什么当时一二九之后 我跳出来出来选党主席 我就认为国民党败成这个样子 居然党代表大会 都不召开 你这个至少将近两千位的 这个基层的所有各界的精英 聚拢起来 大家一起讨论 到底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犯了什么错 我们以后怎么办 奇怪 这个党看起来真的大到 你要想 百足之虫 十二不僵的感觉 没有反应 这一部分 赶很快做 我还在这说 拜托要赶快做 如果再不做 人民真的是会离开我们的 的确国民党是不是大到 痛得都没有感觉 那只是说国民党的裂解 是不是也是要靠自己来救呢 那么现在指标人物 本土派的王金平 他的后续动向如何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国民党本土派出现出走潮 指标人物 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动向 备受瞩目 传出 亲民党将立法院长王金平 列部分区第一名 为了稳住东中南部的选票 国民党立委表态 要提案修部分区 提名办法 将王金平列部分区第一 我们来看VCR 国民党 亲民党都 对他支持一下就对了 即使国籍面临决裂 立法院长王金平公开场合 不忘帮兰局两边都拉票 跟亲民党主席 宋淑一的好交情 更让他在政坛未来动向 备受瞩目 陈出亲民党就曾考虑 把王金平列部分区第一名 没有提过面临 从来没有提过 那有跟院长接触过吗 去年11月29号投票之前 只在高铁的车上 跟王院长见过一次面 之后就没有了 亲民党否认 毕竟这传言 让王金平在党内处境更尴尬 亲王派立委更直接帮王金平消毒 王院长是国民党的一个资产 与院长平常跟本土派的互动密切 我想院长很有这个分量 来稳住正脚 稳定心心 四年前我们要就是希望王院长 能够帮忙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做的 也是修改了这个党上办法 有谁说不能改一定可以改的 国民党立委直接表态 要求党把王金平序留立法院 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已经表明 不会帮王金平修部分区提名办法 甚至有干部释出高雄市第二选区 虚伪以待 就看王金平的意愿 但王金平早已表明不选区域立委 国民党本土派会不会出现出走潮 王金平的下一步是关键 勇王还是卡王 全奈会前党内势必还会有激烈角力 好我们看起来王金平真是政坛无敌人 大家都争取来请教时期 这国民党没有王金平是不行啊 这个没有这个本土派 这是靠王金平不然就崩盘了 毕竟他这是国民党本土派里面的龙头指标性 人物啦 可是因为王金平又卡在当年政争的时候 就是说他这被死也是国民党的鬼 所以要他脱离国民党去跟亲民党结合 感觉也怪怪的是不是真的能够这么的顺利 然后把所有的势力资源通通带走 我觉得也未必啦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 你看国民党里面 国民党他已经现在呈现一个 体很衰的状态 可是他们里面的人在忙什么 就还是在忙人的问题 就没有人在忙人民的问题 就这个人的派系是怎样 那个人的派系是怎样 所以我们应该串联这边 然后去打击那边 然后我们应该是不是要修这个办法 让某某人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就每天脑子里面都在想人的算计跟那个斗争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现在的那个状况 那应该要负这个责任的是谁 是朱立伦嘛 因为朱立伦你当初是大家求爷爷告奶奶 就是拜托你是来迎新国民党的唯一的希望 拜托你出来当党主席 好终于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你不正是应该要处理目前这种状况吗 你不是应该要团结大家吗 你不是应该要让大家不要陷入人的斗争 派系的斗争吗 结果你什么都没做到 你放任了这个状况 而且你在5月16号当国民党的那个提名 这个洪秀柱的提名的时候 你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谈话 那重要谈话的内容就是说 选赢了我就不干了 选输了我也不干了 党不团结了我也不干了 就是1月的时候 大家才拜托你 新公主唯一的希望 结果你到5月的时候 不管怎样的情况 通通你都是只表达一个讯息 就是老子不想干了 这个叫党要如何正衰起变 没有责任嘛 现在好像整个国民党没有人掌舵了 好像感觉现在都国民党 如果这个要能不裂解 好像要靠王金平了 朱立伦你是党主席 你就要去处理这些状况嘛 如果马英九在背后是一个营武者 你就要去处理马英九的状况啊 你不能这样两手一摊 什么事情就放任着党在这边乱 而且现在国民党有这么多个人 已经跳船了 已经跑去逃难了 结果国民党地方党部是什么态度 每一个就打电话说 好这个我们会党继处理 也就是说毫无感情温度 说要走是不是 那我们就等着党继处理 你可不可以去了解一下原因 给人家一些温暖 就挽回一下试图一下 你连最基本的那种礼貌 都不肯去做的时候 国民党大概自己也觉得自己票很多 也没在乎这些人 所以就算了 那如果国民党自己觉得票很多 要自甘堕落成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何必呢 我们就满足他呀 就让他输到脱裤子 再脱一次 是 金兰姐你怎么看 现在整个国民党 好像就是靠王金平在稳定军心啊 好像没有他 现在可能就会崩盘了 那问题是好像朱立伦跟这个马总统都不见了 这些人都不用负责任 或说刚刚实习也讲了 那责任就是要朱立伦来扛 我也觉得应该要朱立伦来扛 原因是他自己要选择当党主席 那当党主席要挑担子 他左边一个新北市的担子已经很清楚了 那你要再挑右边的担子 你本来就知道你多少金粮要碰到的问题 我觉得都摊在台面上都摊过 那你愿意来挑这个担子 那时候大家都给你鼓鼓掌 可是没想到你挑了担子以后 看起来就我不能说摆烂 但是整个问题就摊在那里 今天大家怪红秀柱 我觉得没道理 他是按照你的制度 从4月走到今天这个过程 走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中间这些人确战 不管是朱不管是王 自己在过程当中都确战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红秀柱出现 然后又怪他 好 红秀柱4月20就接受中平社讲 讲了一中同表 讲了国民党不要再走本土话 因为走不赢民进党 这些话通通公开在那里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需不需要大开大合 大家来讨论一下 这里面有路线 是不是台湾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在这里面产生了矛盾 还有一中同表和平协议 大家都可以大开大合来讨论 可是你有听到大人讲话吗 马英九不讲话不吭声 你看到了那个朱六仁有讲话吗 你要去美国 只有说你要去美国你要去美国 但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今天的问题就是 王金平在这里面 看起来变成台面上 本土化的头人 但是后面是不是真的说有这么大的 今天通通拿一中同表来讲 是不是真的就是意识形态上 在这里面产生的矛盾 我倒不认为 我认为是马金长期以来 对于地方派系 本来就一定的疏离 但是他还是有给支援 像張綠善 他是雲嘉南的 這個辦公室主任 有沒有給雲林張榮衛他們家有 所以今天張家俊要出走 就要考量一下 就是說地方派系 在李登輝的這個 長期的未養下 大家合作到今天 那這個派系的利益跟資源 有沒有持續的下去 看起來是疏離的 馬英九有沒有給廖廖宜 有 有給他內政部長 有給他進總統府 相關的位置有給他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朱立倫今天坐到這裡 能夠給這些地方派系是什麼 看起來沒有 那還讓洪秀柱在這邊指三道四 剛剛過了民調 就去了唐湘蓉的藍營的這個電台 那你就去 我代表黨啊 黨的意思就是 你要去高雄選立 那只有題目不好嘛 那你說真正的在後面 看到的可能還是 地方派系在利益上面 如何在這裡面 能夠輸送下去 那現在朱立倫不管啊 馬英九看起來也不管啊 就家裡沒大人 然後就所有把責任丟給洪秀柱 我覺得這個過程當就是 明明看起來 國民黨必須要處理的問題 他就放在那裡 我還要講一個事情 國民黨要打選戰 只有一個方式 因為南部看起來 一片荒漠 像個沙漠沒辦法戰 自己卻戰 朱立倫自己帶頭卻戰 現在擺不出人 他常常是北部大營對不對 中部穩定 南部小書嘛 過去都是這樣 可是你知道 在朱立倫手上 福州國宅這件事情 沒有處理好 他第一時間沒有跳出來 沒有幫大家安心 你知道日生生多兇悍嗎 這樣搞下去我要出走 然後民眾有意見 你給我欠個竊節書 愛要不要不要就退錢 那你覺得 搞得兩面不是人 小老百姓在這裡 怨不怨 那你看不到 新北市政府在這裡幫忙 你也看不到內政部 內政部說保固嘛 保固嘛 那你覺得這個票會在嗎 不會在 再加上這次八仙 這個事情 五百個家庭輻射出去 我認為雙北在這個 六二七的後面 發展出來的過程 就是連北部 在這個狀況下 都非常非常的艱難 這就是我回過頭來講的 朱立倫你要敲兩邊的蛋子 看起來新北市的治理 有很大的問號 看起來黨務系統在這裡面 要處理總統跟立委的選舉 也沒有處理好 來我這個星哥在回應之前 我們可能要先休息一下 只是說現在國民黨面臨的情況 就說好像是不是票太多了 一直推出去 那再來就說 這個中南部立委他的理由 就是說這個洪秀柱的一中同表等等 問題是洪秀柱自己本身 包括政策的部分 是不是要有所修正 還是他堅持自己呢 讓國民黨繼續的新黨化 我們先休息一會 馬上回來 好 國民黨出責潮會被擴大 那麼中南部立委現在是哀聲叹氣 說是洪秀柱的一中同表 還有這個深藍化等等 來請教新哥 你覺得到7月19號 這國民黨代表大會 有可能改換這個候選人嗎 你覺得有可能變嗎 改換候選人不可能 現在就算是洪秀柱 因為他已經超過了 這個所謂的房州門檻 而且超過很多 他已經是叫做準候選人 就算是說南部 或有一些這些委員 對他有一中同表等有疑慮 說怕什麼新黨化等等的 但是不管怎麼說 中比你現在到了7月19號 換人所造成的那個危害 那更大了 這很清楚 整個黨都垮掉了 因為連基本的制度都堅持不了 但是後面有宋楚瑜主席 後有罪病 如果你洪秀柱出來之後 所以我現在正好借這個機會 我就公開對我們國民黨的黨中央 包括朱主席 包括呂四川秘書長 我就公開的宣誓 我交出向上人頭 交給黨中央 義無反顧 為了到監獲選區去 為了救這個黨 那我的立場 我現在說這個話的立場 有一點重點是 國民黨是被救起來 還是垮下去 還不是真正的關鍵 關鍵是說我還是擔心 因為我們自己學政治 還是希望說這個國家 還是有個良性的政治競爭 如果真的讓民進黨一黨獨大 國民黨垮掉了 這還是一個災難 所以我的立場很清楚 對於這個黨 現在大家都跳的時候 我的看法是說 這一條船 並沒有真的會沉下去 只是真的是危險 那在這個時候 跳船不能解決 船會不會沉的問題 那應該是說像我們 我們願意交出人頭 就是交給你黨中央 你認為我應該去什麼 監困選區 我就去那個監困選區去參選 星哥你意思是說 去監困選區啦 不是說真的交向上人頭 感覺這個勃太大了 情因上陣 對我的立場來講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很簡單 大家都害怕嘛 而且嚴格來講 我認為國民黨裡頭還是 就是像我來講 我現在都是說 是放在那時候 改革造反派的嘛 國民黨裡頭 還有是有很多的人才 好比說像我別的不說 還靜的來講 像我選區裡頭 林憶華 秦立法 都曾經得過這個 台北市最高票 全國最高票 各個都優秀 而且都是這樣的美女刺客 黃慧敏 還有最近不是這個誰 好龍逼也講啦 不拒不拒嘛 不害怕也不拒絕 國民黨裡頭 還是有一批年輕的 我希望說這有 有作為有條件的年輕人 應該聚集起來 把這個政黨 重新改造 那個改革的力量 也需要靠這個 你真的把它放成 對國家來發展 我覺得也不是好事 那親民黨的一樣 我說我為什麼 當時我一再地呼籲 國民黨不要老再把自己 當作還是老大哥 聽他說親民黨回來 跟新黨回來拜託啦 那個老大哥 是亡者亡 我們129 我們的門跟窗 已經被人民拆掉了 這個時候反而是 要把這些朋友當作 真正當作的朋友 這個跟大陸一樣 我們要要求的 台灣是要求平等互惠 這個時候國民黨也應該 跟這些政黨朋友們 平等互惠坐下來談 我還一直呼籲說 就應該是用PK的方式 因為蔡英文已經定義一尊了 他這個不可能改變 可是在蔡英文以外的 這一些有能力 有條件 可以取大位的這一些 我們所從敬的 這些有份量的政治人物 他們坐下來 國民黨這個時候 反而應該是主動 邀請大家好好的談 不要再去搞密室政治 所以我一直說了 我們其實現在回應了什麼 是那一個科P之後的 所謂新興選民 他們要的是什麼 公開透明 要的是由下而上 要的是不再黑箱政治 要的是他們能夠參與 洪秀柱必須要看到這一點 千萬記得走在國民黨前面 不要走回國民黨裡面 這個時候他反而可以帶領這個政黨 往一個新的方向發展 所有的包括宋主席 包括施主席 包括新黨 還有包括其他五黨籍的朋友們 國民黨在這個時候 自救啊 不是把國民黨那個牌子擦亮而已 現在的自救是應該把 這一些朋友們 這些人民 都能夠一起整合進來 那對國家來講才是好的嘛 來 複敏你覺得這個新歌 肺腑之言 苦口婆心 還有可能坐下來談嗎 那再來就是說 洪秀柱出來的話 那宋楚瑜就出來 現在民調比他高啊 像這樣 不是因為洪秀柱出來 宋先生出來 不是 而是國民黨如果沒有提出 一個讓人民可以信賴的 一個候選人的話 那宋主席就是結干起義 這也是事實 新歌 苦口婆心 他不是現在提 他一月份就提 他可能在一月二九以後就提 請問國民黨如果有那個想法 如果有新歌這種想法 那可能更早一點就會找 什麼人當行政院長 可能更早就會請宋先生做什麼事情 可是對不起 時間一再流逝 國民黨到現在為止 還有兩件事情沒有提任 第一個你自己